这是令人屏息的一刻 在美国海军舰队的守候下 小渊追撞的猎户座太空舱 打开三面降落伞 在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9点40分 坠入墨西哥夏加利福尼亚半岛外海 完成高风险的返向之旅 美国最强登月火箭 在上个月十六号搭载猎户座太空舱升空 在月球上方约127公里绕行了25天 结束任务后才脱离飞行辅具 折返地球 面对强大的G4力道 以每小时三万九千四百公里的速度 穿越大气层 摩擦造成的高温是火山熔岩温度的两倍 考验猎户座的表面防护层 然后以超过音速的三十倍速度 经历二十分钟剧烈下降 猛烈撞进海洋 舱房内装载了三个连接传感器的人体模型 拟针太空人 这次测试将决定未来能搭载几名太空人 而NASA预计最早在2024年 进行绕越往返飞行 最大的野心是前进火星 不止NASA对登月有兴趣 日本航太新星企业ISPS的登月舱 已在台湾时间11号下午38分 由Specs S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搭载 从佛州基地发射升空 约四十七分钟后登月舱脱离火箭 从地球朝向三十八万公里处的月球航行 预计明年四月底登陆月球 冷海陨石坑 这是名为白土耳计划的首波行动 如果这项计划成功 将成为民间企业登月首例 在新闻综合报道 za宝宝 存心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